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下面讲相关专论 我上一堂课也讲了 其实我们应该是很幸运的 为什么呢 获得了这样的人身 还没有死之前 遇到了大乘薄弱法门 这是第一个幸运的原因 第二个幸运的原因 我们在有生之念当中 依靠这样不清净的肉身 也是有机会观察 佛陀的相好庄严 我们用眼根看这些文字 二根听佛陀的相好方面的词 然后我们的意根 可以圆佛陀的功德 那么我们身语一方面的讲 可以圆佛陀 这是我自己觉得 确实末法时代的我们 也是所遇到的这些法门 所接触的这些知识 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应该有一种欢喜心 来接受佛陀的相好庄严的知识 那么今天讲 宣说刹悲法 随好之功德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随好实际上是 这个叫妙相 妙相的意思 它具有的这些功德 它在外面的形象 具有的这些功德的形象 通过别人用掩饰来 与众不同的一种特点来照见它 通过这种功德也得着它相续当中的 无比超越的功德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妙相 随好的话 其实妙相像中法 随好别法 我们前面讲了 莲花和莲花的花蕊一样 然后它的妙相相相当于 功德的本体 外在现象的本体 而随好的话 它的差别法 用这样来理解 那么我们下面用平常所说的 相好圆满的话 三十二种妙相已经讲完了 下面八十种随好 那八十种随好的话 以前我们讲中观宝莫论的时候没有 中观宝莫论里面只讲三十二相 好像没有讲 然后宝心论当中讲过 八十随好讲过 还有智者入门 在其他的相关论典当中也是讲过的 那么我们下面看看 分析一下 表面上看来好懂 但是我经常觉得好像都比较相同一样 也不是很好分析 希望你们看看 从中的一些差别是怎么样的 下面讲佛家持同舍 润则高足之 圆满耳牵强 脉搏陷无解 怀因足平正 就是讲 首先它总共有八十个部类 八十个部类当中第一类 每一类有十个十个 看我们今天能不能讲八十个水号 还是讲多少算多少吧 首先它这里佛家持同舍佛的指甲 指甲有些也说是爪 法证原来翻译的 但是爪好像从汉文的一些词典里面讲 可能甲好一点 那么佛的首先在这里 佛陀的指甲上面的一些特点 首先他的指甲是持同舍的 就像红筒一样 因为佛陀曾经在因地的时候 通过智慧断除一切贪欲 其实这个贪欲 藏文 藏文是我自己要的 不用这个 我是为了带有传统的佛经 所以一定要包在这个部里面 你们现在出版的这些结束 我不要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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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对吧 你不可以说说 上尔摩尔美德 善文已经念完了 其中第一个是指甲持同食 因为佛因地的时候 断除一切的贪欲 而获得甘德指甲 不管是脚趾也好 手指也好 指甲持同色 现在很多人也是把指甲 染成红色 像红色 这也是他们准备向学佛 不过他这里的赐红 不像现在世间人很多人 以前我觉得可能女的才染指甲 现在难得也特别多 城市里面 那天在西部诸学的时候 有一个贫困学生 然后他把指甲染得特别明显 我看见我的时候一直藏着手 我想是不是他没有指头 还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发现他染指甲 然后我说 哦 我看了你还是比较不错的了 这次不给自作 然后他哭起来了 他哭了以后 我就再说以后要注意一下形象 现在世间当中 以前我们去印度的时候 就是他们很多妇女 包括手指 脚指 全部都是染色 而且染上以后 上面画很多的莲花 法轮 上面画很多各种不同的 金色的 还有红色的 白色的 各种颜色都有 可能跟印度的传统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这里因为他的福宝 断除贪月儿 他指甲非常好看的 这么一个雌红色 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个随号 然后第二个随号 说是指甲论子 因为以前佛陀有增上意乐 增上意乐清净 增上意乐清净是我们经常 现在觉得法心清净 这个人法心很大 这个人法心很不错的 有利他心的 有法心的 因为现在有些人 好像这是自私自利的心 没有什么想增上意乐 没有增上意乐心 而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不管什么都对众生 和对弘扬正理方面 有增上意乐 因为增上意乐的原因 他干的指甲 轮子 不像有些人一样 好像私人的指甲一样 特别干苦 特别一点学质都是没有的 不像这样的 有些人经常也说 我现在身体不好 看到我的手都好像没有希望了 你看 我的手指 喇嘛清 看指甲都是已经 没有兴趣活下去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这是指甲润则 第三个 好像这几个都是跟指甲有关 所以说 指甲中央高 因为以前佛陀已经为了断除 别人的一些鄙视的态度 然后降生于释迦族高贵的 殊胜的种族当中 然后感到他的指甲中央高 他不是完全是鼓鼓的 也不是完全平平的 稍微中间高一点 那些指甲 其实有些人一看都是这个人的整个身体 指甲 你即使没有特意去化妆 没有特意去修指甲 他还是他的福报举来的 有时候平时在生活当中的人的 张相也是可以推测 这个人可能前世也好 今生当中很有福报的 很有智慧的人 有些人一看都是 这个人还是很聪明的 眼睛都是亮亮的 你看吧 我现在在美国准备读个博士圣族 我们在这里转眼完成了 我现在在佛教方面 也是很不错的 看起来好像眼睛也是亮亮的 这个人还是聪明 肯定很聪明 但不知道太聪明了 会不会可靠啊 就是母教那时候 嗯 嗯 有些人真的有些人 张相还是看得出来 这个人可能很聪明的 这个人可能很笨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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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差别 反正我们接触的人比较多吧 对吧 下面这个是指甲 指甲中央膏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叫着这个 这个也是 可能不一定手指吧 住指 可能跟交指也要讲 涉及到里面 由于他这里住指缘辱 因为以前在因地的时候 很多的威仪 身口意的威仪没有过失 非常清净的 而这个原因 现在不管是交指也好 应该住指好一点 这个交指也好 手指也好 心缘 他也不是特别的手 也不是特别缘斗斗的那种 凡是一看 整个手指 交指非常庄严 美观得体 不会看起来跟整个脚 手都不匹配 或者不相应 不适应 不会发生这样的 一看的时候 哇 这个非常好的 有这么一个 交指这是第四个 住指缘辱 第五个随号 交注是什么呢 刚才颂词当中叫 轮子 住高知 缘满而细长 他这里这个满 可能从颂词当中用满来代替 是住指丰满 因为以前在因地的时候 积累广大的资粮 种下很多的善根 以这个原因住指丰满 我们一般受指有三戒 那三戒也是非常均匀的 不是特别瘦 也不是特别骨 非常圆满的 住指丰满 交指也是这样的 有些人的交指 全是除了精以外 什么都好像细细的 已经成了饥饿时代的人体一样 也是每个人的生态都不同吧 那么第六个叫做 住指间隙 因为在因地的时候 对三乘佛法 他逐渐逐渐地 次第的趋入 而修行过程当中 先修加心 然后修真心 再通过后心来摄持 并不是先从真心开始 不像现在我们有些人一样的 先得灌顶 然后先查夕地陀噶 先修陀噶 陀噶修不出来的时候 再开始修了很多年以后 实在是陀噶没有显现出来的时候 才开始观人生无常 人生无常 自己看修行也没有成功 观修行无常 这种方式不是次第趋入的 而佛陀 许许渐进 他次第性地趋入正道 所以即生当中的感知 整个手和脚的手指 脚指 就是逐渐逐渐地前细 不是中间很细 两端粗 或者特别粗大 特别细微 好像有些人的手 脚 自己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说 我的手很好看 手指很好看 就经常用这种方式来 悬崖手指 细长的 下面讲的第七个 说埋生不鲜 第七个 说埋生不鲜 刚才圆满二千长讲 然后埋不鲜 实际上是埋 以前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他不依靠 以五种邪命来养活 断除邪命 而即生当中 感知他身体上面的这些埋相 或者所谓的血管 外面不明显 其实身体中 也是经常这样讲的 如果外面血管 露得特别特别明显 当然树叶的时候 血管外面露出还比较好一点 不然一直找不到 其他的时候 埋相不外显的话 这也是对身体健康的一种标志 否则手上所有的这些埋相 都是像藤树一样的 上面弯来弯去 也不太很好 这是第七个了 第八个叫做 精脉无戒 以前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断除一切贪嗔痴的烦恼 其实人生存的生活方式 有些人一直烦恼特别重 虽然同样一个环境当中 但是嗔恨心也非常大 贪心也特别重 愚痴也是特别强烈 而有些人 他的前世的福报缘起 好像对贪嗔痴也好 对嫉妒 傲慢 这些烦恼都是没有粗大的 他生来都是心很平静的 很清净的 我们平时的道友当中 也是这样的 有些人好像本来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情 非要把小体打坐 因为烦恼特别重嘛 烦恼特别重的时候 自己把这人看得特别重 引起很多的争论 所以说我们大人和小人 不管怎么样 烦恼重的人也是比较严重的 如果烦恼比较轻的话 即使你是国家总统的话 可能国家不会发生很多的战争 比较国泰民 也有这个差别 因此佛陀以前断除烦恼劫的原因 那么它的整个血管 这些都是没有一个一个解答 没有这样的 我们身体上经常看见很多的脉戒 但是如果身体很健康 这样的话 整个血管和血脉都是很顺畅的 不像现在的 有些拳击运动员一样的 身体全部都是一个一个境界 不像这样的 第九个叫做怀骨不明显 我们前面在想号当中也讲了 但这里也是 因为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积极保密一些道向 比如说密法的一些境界 密法的一些道理 甚至我们其他的教言当中讲的一样的 上师和道友给你委托的一些 暴密的事情不外泄漏 其实保护秘密也是很重要的 昨天我们想号当中 佛陀的密处不外泄的话 实际上在因地的时候 护持暴密 你该暴密的事情 遇到生命危险也是不会告诉别人的 这是《二规教言论》 和《军规教言论》当中都是讲的 法王如意宝都是特别重视 能守护宝密的人 非常重视的 所以现在这个人不是这样的 你不能给别人说 我跟你说一下 你不能给别人说 不能给别人说的话 你跟他说有什么必要呢 他也毕竟是别人之骨 所以护持宝密 这里的宝密是道相 但实际上其他的 隐秘的 我们密尘诗言当中也是 隐秘的知处不能向外宣 这样之后 而干得什么呢 刚才这个坏处外面不落 坏骨的话 内坏骨和外坏骨应该是脚的坏 好像宿腕也是相当于有个坏 但是这个可能按照汉文的话 它是一个柱子旁应该可能指的是脚 但是暂文的话好像也可以 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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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叫龙 不能 这个叫宿 这个叫什么 宿腕不得 这个骨头叫什么骨 你们学义的这些人 跑到哪去了 叫什么骨啊 这叫什么 大瞎之瓦 所以这个不明显 坏不明显 可能赞文当中应该有 有没有 龙 赞文 再看看 这是第九个随号 第十个随号 走无不平 因为佛陀在度化过程当中 特别难以救度的这些 去进行救度 去勇敢地进行救度 所以他的整个双足 这个脚 不会有这边长 那边短 或者说不平静的 不平息的 这种现象是没有的 脚底前面一讲也是很平整的 一般的人来讲 我们现在的一些医学和人体学来讲 人的脸上 脸颊两边也有一些大小的差别 包括我们的手 也是左手和右手 右手的手指是比较大的 左手的手指比较小 也有这样的 真正的左手右手要平的话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应该有差别 但是佛陀是没有这方面的 包括他的双足 完全是没有不平的 这个是第一个十类 第二个十类讲 藏文当中这么说的 这一句话说 这一句话说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颂词当中 讲了佛陀的 十种随号 首先是第一个 佛陀的心咒 心部如死一样的 叫做心部如死 心部如死字般的随号 它是什么样呢 以前以善巧方便 用自己的威严来保护他人 保护通过一种三巧方便 或者用一种威光来保护 或者隐蔽他人的因果报应 即生当中 佛陀的心部如雄狮一样 这个雄狮非常威风 或者脚尖非常庄严 引用的气势 这个狮子走路 跟其他的小兔子跟狮子走路 有很大的差别 一般修行好的人走路 修行不好的人走路 也从外面走路的看来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就是很大的差别 刚才我在路上 看到一个出家人 他把衣服穿得不是很整齐的 我把衣服 这边拿得很高的 那边拖得很低的 应该你们法师们 跟各个班的传著方面 如果你是出家人 也是要像一个出家人一样 如果在家人的话 在家人也要像一个在家人一样 到了这里也好 好像是一般的一个出家生团也好 在家像一个学校也好 尤其是像西方和东方 西方国家的人 他们对传著 他们的威仪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也只是代表一种形象 佛陀时代也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的一些 非常科技发达的一些国家 跟一般特别落后的这些人 也是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希望你们刚出家的 有些不懂这方面情有可原的 刚出家的时候 我也有很多很多我自身的故事 卫生方面 包括我们自己的卫衣方面 还有穿着方面又不懂 有一次我穿的东布 袖子往后面卷起 当时我去听课的时候 我在当地听前行 堪布说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种演示 我现在还记得清楚 我很害怕 所以有时候我们刚开始出家的时候 确实也不懂 这个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你要想出家 一定要学戒律 先从穿着 怎么样穿衣服 怎么样吃饭 怎么样说话 怎么样走路 我们《布什三戒论》当中 也有很多道理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学的时候 光是穿上一个出家衣服 提个光头的话 他对佛教的家法有损害的 一看到说 这个人就这样的 那佛教徒都是这样的 现在人很肤浅的 他根本没有深入的智慧 佛陀的行部是这样的 第十一个 第十二个 精致如向往 那么他也是以前依靠 善恰方便来守护 保护龙类 因为他依靠 善恰方便来保护世间当中的一些龙类 非人 这些原因 即生当中他的步行 相当于犹如向往 犹如向往的话 一般大象的步行 我们在动物园里面 也是看得到的 他不可能一会儿跳一跳 一会儿跑一下 不是这样的 他走路是很平稳的 他慢慢地 一步一步一步的 我们有时候骑着大象 照相的时候也是看得到的 我看有些女友的人 骑马的时候就照相 哇 大家害怕了 而骑着大象的时候 基本上他很有威仪 所以佛陀的祖星 也有大象的比喻 那么第十三个 心不犹如恶王 那么犹如恶王 也是依靠三巧方面来维护吧 或者说一些飞禽 可能空性 空性指的是一些鸟类 依靠他的威光和威德力 来保护鸟类 腾空的这些鸟类 可能这个原因吧 但这个讲里面不是很明显的 我发了一些其他的相关讲义 像以前人节翻译的 《保险论》的讲义 但是都是这样说的 从我自己思考的话 可能跟前面对应的时候 可能保护一些鸟类 以这个因果感召 他行走的时候 就像是恶王一样 恶王也是有些旁的人走路一样 特别累 不会 他很轻盈地 蛇很轻巧如灭 非常好的一种布施 他有轻 有庄严 有美观 有灵活 他走路 我们人的走路也有很多 有些人走几步路 都是特别沉重一样 好像滚一些东西一样 下去的时候都是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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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但有一些人的布法 他还是很轻快 很灵活 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犹如恶王 第十四个 信部犹如牛王 因为他以前以三乔方便 来引导众生 带领众生 比如说他讲经说法 通过种种方式来带领很多很多的众生 那这个原因 佛陀成佛之后 就像牛王星座 牛王的话 牦牛当中有一个叫做蝙牛 有牛子旁边那个蝙 那个 它是在所有的牛群当中 最有智慧 最有能力的 所以现在藏地也是 这种牛是特别贵的 一般来讲 在农取耕地的这些 只有这种牛王 它并不是印度真正的牛王 但是现在一般的牛群当中的牛 也是耕地的那种 能耕耘的那些牛算是一种牛王吧 那它可以带露 整个牛群它可以带露 一个是引导的作用 一个它是怎么样呢 它不像跟其他的羊 马 其他动物不相同的 它自己的步伐 这些都是很有自己的特点 它走路不是跟着别的学 所以有些修行人 尤其是一些出家人 那么自己的行为 威仪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说就像牛王一样行走 那这是真的 我以前放牛经常特别羡慕 那些牛的吃草 而且它表面上看起来 它有一种乐观主义者 它每次叫草的时候 它好像很开心的一样 从它的颜色 从它的整个生态来看 它特别跟其他牛有点不同 其他牛好像很悲观的样子 这种牛王 而且眼睛也是这个 它基本上有睫毛 所以它看起来也是特别清晰 一看都是特别清晰 我是可以叫牛专家 因为以前我学的是牦牛专业 从六七岁一直到十六岁之前 是专门在牦牛大学里面读的 后来改行了 所以现在一直没有跟自己的专业挂钩 就像我们现在这里的 有些人一样的 以前在学校里面学学学学学学 结果到了社会上 一点都是没有用上 我也是像这种大学生 所以牛王是这样的 这是专家的评议 你们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下面是第十五个叫做主相 不是这里 这个相怎么讲呢 慧神 故事 必戒 悠玄 应该用四个字都好 好像《赞昂词典典》当中也是用这么多字 慧古游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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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好 好吧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呢 一般佛陀在因地的时候特别 就是不管是筋也好 腿也好 一切都是按照自然的规律 事物的规律 这种原则非常重视 以这个原因的话 身体回顾的时候 往后看的时候 它一般是从优旋 优旋是一种损失转 就是顺势转 我们现在转佛塔也好 很多包括我们施政的旋转 都是往右边顺势转的 所以它有一种自然 一种发心的 它不会往左转 它是一种自然的 因为以前在因地的时候 对客观的缘起非常重视 这个原因成佛之后 也有这样的因缘 回顾 回身的时候 都是右转 右旋的 这是第十五个 第十六个叫做 颂词当中的妙 心部严肃 也就是说 他以前所有的行为 包括对威仪极其庄严和如法 以这个原因 感召他的不幸当中 极其的庄严 美观 美妙 坚而无有不满之处 我们看 包括出家人也好 威仪非常清净的话 根本挑不出什么毛病 佛陀的这种行者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除了特殊业力现前的人以外 一看都是觉得特别庄严的 现在有些 包括南传佛教的佛教徒 有些僧众 他们驮驳驾驶的时候 我们看了以后 见而生习 直接 哇 特别庄严 看到这些出家人的威仪 其实一个威仪 它的背后也有它的境界 因为它的威仪不正 其实它所掌握的知识和宗教 也是可以打折扣的 这是第十六个 第十七个叫做心不断正 因为它以前没有狭诈的心和行为 断除了狭诈的弯曲 这样的行为 以这个原因 感召它的整个心部断制 一般我们有时候 动画片 有些故事当中 看到佛陀的话 他不会在路边坐 不会在弯弯曲曲的路当中坐 他很直接地 很断置地 在路中间直接到达目的地 其实这也是说明一种新闻 我们走路的时候也好 有些可能没有正知诚念的人 一会儿跑到这个路边去 一会儿跑到那个路边 像疯狂者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人的 短短地跟他接触一段时间 或者一起走路的话 有可能不同的差别 所以这里整个步法非常断置 非常断置 第十八个叫做提台断庄 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他为他人 经常赞扬他们的功德 不像我们一样的 我们赞叹别人的功德的时候 不太愿意开口 一说过失的时候 来 我来说 我来 我来 这方面我有擅长 噢 他什么什么过失 天之嘉义的 根本自己都是不了解的 了解的东西 全是一起整合起来 然后给别人开始广告 中文人们的广播电台 有些是我们以前老百姓当中 有一个叫做小广播电台 到处都是说过失的 它是一个当地的广播电台 但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他一直是赞叹别人的功德 不赞叹别人的功德的时候 尽量不说别人 即使别人说的时候 也不跟踪别人 噢 是这样吗 噢 可能是吧 噢 是这样啊 不是特别清楚 噢 是这样啊 这样的 这个叫做体态庄严 因为整个身体 它特别庄严大方 健美 或者说 整个身体也不胖 也不瘦 整个上下的均匀 就非常如法 合理 是这样的 这是体态端转 第十九个叫做 身如出世 因为以前身于义 没有烦恼 燃物 以这个原因 感召身体 光解如出世 就是他特别的 怎么讲 不是黯淡无色的 那天有一个 早上到我家里来了 我说 你吃早饭了吗 说是吃了 我说 怎么看你好像是没有吃早饭一样 我说 你洗脸了吗 刚刚洗了 啊 我就看不出了 没有洗脸 有些人是怎么样洗的 刚刚洗完脸也是 从来没有洗过脸一样的 但像佛陀的光解 刚刚沐浴 刚刚洗澡 这是前世的一种福报吧 有些人可能特意地 拿各种油来服 有些人自己也有一种自然的 身体有一种福报 可以说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也有很多很多的 有些人自己也觉得 啊 我这样的身体 怎么样打扮 怎么样化妆 怎么样都不好看 怎么办呢 有些人也有这样的 因为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 最后还是失去信心 那么还有这个是第十九个 二十个身体均匀 也就是说 身体以前在婴地的时候 婴经施教 他根据不同的众生 宣说了佛法 这样的原因 佛陀的身体特别均匀 特别均匀 就是整个上下鼻裂也好 还有五官也好 非常庄严 特别适合鼻裂 因为有时候人的身体 有些头特别大 身体很小 有些脖子特别特别长 有些脖子特别短 基本上是头已经 插在身体里面下去了 就看不出头要出现了 所以整个身体 还是每个人都不太相同的 有很多身体方面的 怎么讲呢 下面就是第三类 那么第三类 藏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辰,辰,转,转 转,转琴,转,结,圆满 身广大微妙 不均云双目 清净身心乃 身无缺从事 讲十种法 也是十种随好 十种随好当中 现在我们讲的 第二十一种 身清净 因为以前佛陀 身后义三门的威仪非常清净 那么即生当中 他感到的身体非常清净 没有任何的勾然 在佛陀的身相当中 他是非常具有妙相 清净 有些人虽然通过各种方式来沐浴 但是身体一直不清净 从外向上也不清 但是身体的整个本质 非常清净 这是第二十一个随好 第二十二个 颂词当中的软 也就是说 身柔软 身柔软以前对一切众生 具有大悲心的原因 感到的身体极其柔软 身体很柔软 可以说不僵硬 有些像世人的身体一样 活着的时候也是身体 没办法获得控制 驾驭 非常僵硬一样 但不是这样的 非常柔软 第二十三个 身清净 就是身清净 这是因为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他对所有的一切 心清净 意清净 以这个原因的话 身体接近 非常纯洁 无有杂染 跟前面有点不同的 前面是本质上 非常清净的 那么在这里 身体的特点上具有一些正洁 具有一些非常美妙 他在本质清净的基础上 上面也没有任何的杂染 可能是本质和差别方面的不同吧 其他很多上面好像比较相同一样 但是佛陀一般的 比如说我们身体 保持戒净 保持清净的话 很多人来讲是很困难的 像佛陀的话 他的身体始终都是处于清净的状态 所以佛教徒也佛的随顺者 藏地有一种叫做 张相难堪是自己的命运的 然后高好卫生是依靠努力的 一个歌里面有这种说法 所以你张相好看不好看 前世的也有关系 但是你经常身体高好卫生 经常保护 干净 这些是每个人应该有责任的 所以作为一些佛教徒 那么现在我也经常说 我们刚刚学佛的那些佛教徒 居士 在家人也应该经常 还是该穿的有些好的衣服 我想应该可以穿上 你不能过于爱舍舍品 甜甜的 但是也基本的庄严 不能舍弃 不然他们说 学佛了以后特别难堪 因为现在世间人的人体 有时候稍微没有那种 比如说洗脸这些 确实是人体 本来都是不干净的 这样有一定的困难 然后出家人也不需要特别的打扮 化妆 这些都是不需要的 但是需要的是什么呢 经常保持一个清净的庄严 包括我们的衣服 我们学院当中现在好像应该稍微好一点的 但是经常听课的这些衣服比较干净 还是有信心的 但是不听课的 有些闭关的 有些经常在路上看到的 一些瑜伽师和瑜伽墓 这些人确实也是见了以后 因为人自身的衣服没有搞好的话 不要说弘扬佛法 待一会儿 跟一起待一会儿的话也不行的 所以以前藏地的卫生条件 水这些都是可能比较 水都是有的 卫生条件比较差一点 但现在看来好像是汉地的一些 入藏求法的出家人 他们经常不爱卫生 也有这种经常看到 所以我也说 你们如果实在是藏地在这样待的话 你就勉强这样过下去 但你要去汉地的时候 你先应该到一个地方去 好好地沐浴 更衣 否则如果你这种行事 到大城市里面的话 大家都是可能捂着彼此 不要说弘扬佛法 然后你就弘扬其他特殊的法门 这样的时候 可能对佛法也产生一些邪见 不太很好 所以我们讲到佛教的 不管是密法也好 显宗当中也好 一个人的真正的威仪和 一个人的身相 包括穿衣服 说话 平时吃食物 做事情 这些都是代表一种他的智慧 也是代表一种文化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讲佛陀的圆满功德 还要讲他身体上面的 这些清净和特点呢 这也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佛教徒不能以现在 有个别人的一些口号一样 一切都是看破空 四大皆空 看破放下 说得很好听 但实际上该放的没有放 不该放的已经放下来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些行为 下面就是二十四个项 第二十四个项 这里叫诸相圆满 诸相圆满因为以前者相续当中的戒律 受持得非常清净 作为出家人 作为居士 解释一切功德的根本 所以我们难得的人生当中 一定要每个人受持一分以上的戒律 这个千万不能染污和失毁 否则多生内戒也是很难以得到 所以佛陀也是在千百万戒当中 受持清净的戒律 最后所有的这些项 前面的这些三十二个项 八十个顺号当中的 每一个细戒 每一个织戒 都是没有一个不圆满的 每一个项都是非常庄严 非常圆满 像我们世间人 这个地方还可以 但那里还是有个缺点 整个人的身体都是还可以的 但是好像他的脸色七色不太好 他的七色还是可以的 但是鼻子稍微小了一点 稍微大了一点 好像是不是耳朵有点问题 我们一般凡夫人 如果详细看的时候 你再好看的人 再出名的人 哇 这个是什么样 如果你想 哇 这个肯定有问题 你再次看的时候 确实有问题 从此之后想 哇 这个就是这样的人 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都有一些欠缺和缺乏 但是佛陀的主相 全是圆满的 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十五个 生智光美 以前具足各种功德圆满的原因 那么他的身智高光 优美 也就是说 整个身体的左右也好 上下也好 全部都是非常均诚 他虽然跟一般人高大 庄严 但是这种高大并不是 我们有些人看起来 哦 这个格子特别高 特别细细的 长长的 好像也不太好看 有些就是 哦 这个格子特别高的 胖胖的 好像走路的时候都是整个 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怎么怎么 不是了 等等等等这样的 所以这叫做是 其他人生智高光 生智光美就没有的 佛陀的重严 就是这样的 第二十六个 叫做不太均匀 也就是说 他对众生 具有平等的心 这样的原因 整个他的走路 这个步法迈步的时候 不大不小的 也并不是像小孩子走路一样就跑 没有这样的 步法很小的 也没有步法特别特别大 没有这样的 它是一种幻幻而行 而且每一个步法都非常适合度 第二十七个 叫做双目情节 因为他宣说一些正法 以这个原因 那么他的双目没有任何的遮掌 没有现在所谓的金光烟 各种各样的 没有这样 双目情节没有混浊 特别很分明的 黑白很分明的 他的双目这样的 然后第二十八个 叫做容颜柔 这个因为讲经说法 通过前线移动的方式来 给别人交代这种真理的原因 那么身体也是特别柔和 稀嫩 还有整个皮肤没有看起来不好看的粗糙 没有这样的 第二十九个 身无退缺 心没有缺乱的原因 身体也是没有脆弱 畏缩 干苦 像这些都没有 非常健康强壮的一种生态 那么第三十个 身体丰满 也就是说它有超越的一些 超数的一些善根 以这个原因的话 那么身体应该是丰益丰满 非常充实 无有苟然 整个气血都是非常 世间人来讲 气血很旺 或者整个生态极其的庄严 还没有讲啊 我本来讲四十个 嗯 刚才讲到哪儿去了 嗯 讲 讲 讲 心等真毕 根尼等 养乐心等 能切等 日八美得等 根等 格尚 马尼尼等 行尾瓦等 多瓦等 自贝等 叶雄 凶瓦等 念力达那等 得把等 好 积极 要不讲到这里吧不然好像下面讲了也是 讲不了很细致的还是要详细讲一下 好不好 对吧 我别人好得意 我曾经在这些外岡前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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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